同样是最新的消息 在这个月11号空军飞官陈毅发生F-16B坠海事故 那么今天晚间军方证实已经找到失事战机的黑盒子 空军司令部表示 巡获失事战机F-16B的黑盒子会交由专业的单位来分析 同时感谢各界对于本案的关心以及协助 目前已经成立专案调查委员会 邀请运安会以及专家学者 强调要公正客观的发掘真正的肇事原因